相信不少观众朋友都已经注意到 不少银行的信用卡福利是越来越缩水了 像是轿车抛锚的免费拖掉 还有机场免费停车的服务全部都取消了 这样的做法让卡友很火大 所以五月份信用卡的停卡数量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黄欣胜拿出信用卡 赶开发卡银行原本的福利和服务不但缩水甚至还取消 除了没有免费拖车的服务外 红利点数门槛还提高 我认为这样当然不合理 不管是不是银行本身或者其他的 比如中油类似一些大的卖家 当然都是类似 我想他们变相调高他们的门槛 也因为福利缩水或取消 使得停卡数有增加的趋势 根据金管会的统计显示 今年五月的信用卡总流通数3220万张 比四月的3237万张减少15万张 而福利和服务缩水的项目包括有 里程兑换比例从原本1.6点换1里提高到3点才能换1里 另外还有每笔消费0.2%回馈金 机场VIP室和机场免费停车这三项全都取消 消息会指出有不少银行为了省成本也都相继跟进 不排除有联合行为 不过对于发卡银行的做法 金管会银行举说这是属于市场机制 只能尊重各银行的决定 但银行如果有变动 必须在60天前告知持卡人 变更的时候应该在60天前要通知给客户 那客户可以去决定要不要接受 那如果不接受的话 那客户可以再去选择跟他往来的银行 金管会也建议各银行 为了回馈持卡人 在取消福利的同时 最好要降低循环利息或致纳金才算公平 记者 沈小青 王威雄 台北报道 位在台中的国立台湾美术馆 是国家级的美术馆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里面应该属于专业性质的导览解说人员 却是由保全公司派遣 三个月签一次约 而最近新的外包厂商更要求女性员工 必须要先缴交验运报告 确定没有怀孕才能够继续聘用 员工们实在是忍无可忍 今天北上到立法院跟文件会抗议 国家级美术馆的导览服务人员 笑容甜美还经过专业训练 会走上街头抗议真的很无奈 新的外包厂商要求我们 就是面试的 就是应征的时候要缴交验运报告 你有缴吗 我没有缴 他们在国美馆上班 但老板却不是国美馆 而是一家保全公司 因为他们都是派遣人员 国美馆为了节省经费 将人员外包三个月签一次约 一个月薪水不到两万二 派遣公司为了不想负担产价 运营价要求缴交验运报告 气不过他们也到文件会抗议 黑心政府 黑心政府 带头违法 带头违法 请问黄主委 您在上任的时候 有缴交验运报告吗 文件会回应 目前金组专案小组会进一步了解 如果有违法一定会处理 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专案的小组 昨天我们也特别到国美馆去 如果说真的是违约 我们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国美馆则回应 政府人力精简 欲缺不补 只好找派遣 也认为这是派遣公司 跟员工之间的争议 劳政单位已经在调查 一切就等调查结果出炉 记者许康兹 许正俊 台北报道 事实上除了国立台湾美术馆之外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 因为精简人士 欲缺不补 只好大量禁用派遣员工 而面对派遣公司 违法剥削劳工 公家单位通常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劳工团体今天要求政府 应该要立即检讨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劳动契约上白纸黑字 要求女性劳工提供验孕报告 劳委会说如果查证属实 已经明显违法 绝对不能要应征的员工 来缴交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验孕报告 也就是他不能用 这个所谓员工 应征的员工是否怀孕 来作为雇用的一个条件 劳工团体说不止如此 国美馆人员月休只有四天 加班也没有加班费 派遣人员的福利薪资都缩水 反而被剥削 用外包派遣的方式 你还要付给三万三 给这个外包派遣公司 然后到了员工手上 他只领到两万出头 所以这很明显就是土利厂商 劳工团体也批评 除了国美馆 很多政府机关为了节省成本 都有外包或派遣人员 就算雇主公开违反劳动法令 政府也视而不见 我们认为这个应该从公家机关 做起落实劳动法令 然后这个不要违法的滥用派遣 派遣公司的派遣人员 因为真正的雇主 跟上班地点不一样 很难组织工会 遇到不合理的劳动条件 或是被剥削 常常也是求助无门 劳工团体要求政府部门 检讨公务机关外包派遣 也认为政府不应该带头违法 记者许坑斯 许正俊 台北报道